11月11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11点半 在美医美医院将举办2018中医传家议诊活动 议诊将提供14项完全免费的检查 包括血检、心电图、眼科、听力、食指、乳癌、骨质疏松、颈动脉中风等筛选 历年来最受欢迎的检验项目就是包括了肝、肾和甲状腺功能、胆固醇、血糖血脂等24项生化检查的验血 我们的社区呢我们希望做更多的服务 因为我们华人在美国我们也需要为当地人来服务 那因为有很多人他在经济方面可能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的一些费用 我们希望提供更多人来参加议诊 那因为在国官会跟西来寺我们有发动了160几位的义工 还有我们募款来为很多需要的民众呢 希望他们都能够来接受我们对于给他们的一个服务 那有一些医疾项目呢如果您计划过来的话 请就是需要有些注意的地方 那比如说像是验血 那请你前一天晚上的12点半以后呢 进食不要吃东西 然后我们其实验完血以后呢会准备一些小的零食来为大家充饥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因为人很多 希望大家就是有耐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为大家好好的把义诊做好 国际佛光会亚视分会和美医美医院联合举办医诊 已经迈入了第16个年头 看诊人数年年增加 去年就已经超过了600人 今年一诊增加了四部机器做新电图的检查 并且添加了眼科诊疗 让过度使用3D电子产品的民众了解到眼睛是否健康 主办单位提醒民众 当天要做验血检查必须年满18岁 并且在10号午夜12点后进食 检验项目采取先到先验 尽量验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中电频道采访报道